这是一种怎样的虫 这个黄粉虫它属于这种杂质行动 那些成虫会残杀一部分很小的幼虫 数以亿计的黄粉虫又该如何筛选 也都是手工来挑 就是说我那个阿姨啊 剪得眼睛都花了 又笨又慢 我说我记忆有分钱和市场的功能 他们不相信 比赛现场意外连连 极尽 极尽休克 在那里呼吸非常困难 怎么就坚持不下去 欢迎收看我爱发明筛虫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生物学的定义中 这是一种完全变态的虫 它的学名叫做黄粉虫 也是我们常说的面包虫 其中黄粉虫的幼虫阶段 因富含超过六成以上的蛋白质 近三成的脂肪和各类丰富的微量元素 因而一公斤黄粉虫的营养价值 就相当于二十公斤混合饲料 和一百公斤轻住饲料的营养价值 黄粉虫幼虫自然也成为了各类饲料制作过程中的重要辅料之一 同时它也是特种养殖中 不可或缺的一种鲜食营养品 在广大的南方地区 它还是无数人挚爱的 一样美味 吃黄粉虫了 好香 吃虫了 吃虫了 下年 吃虫了 开饭了 吃虫了的黄粉虫了 你现在吃黄粉虫了 目前市面上 一千千克黄粉虫幼虫的出售价格 就能高达近四万元 它也因此被无数人称为黄金虫 然而 黄粉虫幼虫的养殖过程 却并不简单 当无数的幼虫堆积在一块时 会出现大量的虫粪需要筛选 此外 黄粉虫是一种杂实性的动物 无论是水果 蔬菜还是动物 都会被黄粉虫所食 因而 无论是黄粉虫的成虫还是幼虫 两种虫态的它们 如若混在一块 都会互相攻击啃食对方 最终造成伤亡 此外 养殖过程中 幼虫还会出现部分死亡 若死虫未被筛选出来 便会被其他活虫所食用 造成疾病的传染 给养殖户带去巨大的经济损失 那么 面对大小重量几乎都一样的 活虫与死虫 成虫与幼虫时 我们该如何筛选呢 一盒两盒还好 如若需要筛选 成千上万盒 面对堆积如山的黄粉虫时 这似乎就成为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么传统的养虫过程是怎样的呢 养虫人又是如何进行 属于一级黄粉虫的各项筛选工作的呢 苏大哥 咱们在这村里面也开这么久了 就快到了吧 马上就到 前面就是 我带你参观一下黄粉虫的王国 我这里边可是藏着亿万大军的 我带你看一看 保证让你头皮发麻 好 那么养殖户苏未边口中 黄粉虫王国究竟是怎样的呢 它在养殖的过程中 又是如何筛虫的呢 像这间房间大概是八米宽 五十米长 我们总共有七间 我们一间房间大概下来 平均就是八千盒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 我们的是黄粉虫的王国 我有亿万大军 这是它的幼虫 它当中有这个麦夫和它的粪便 我们也叫做粪纱 苏未边告诉我们 粪纱的筛选 是他们养殖过程中的首要工作 黄粉虫幼虫 所谓一种商品虫去出售时 客户是不要粪纱的 同时粪纱的堆积 还会影响黄粉虫的正常生长 多年来 当地筛选粪纱的方式 一般都是通过人工手动筛选 我这个厂里 现在长期工作的有二十个人 每天分选这个黄粉虫粪纱 有时候人不够的时候 还要请一些外员来分选 这个房间分完 那个房间又开始分了 一直在不停地分选 永远分不完 我们每天都在分 那么是否制作一台 带有电动筛网的机器 就能解决黄粉虫筛选的难题了呢 我叫陈光复 今年52岁 是湖北西州人 我以前做的行业比较多 维修 装潢 还有开个店 这方方面面的零零总的不少 我从事这个黄粉虫的生产 机器加工这一块已经14年了 当初我集中这个黄粉虫的时候 从它的分险 它的工序非常繁杂 如果说完全准传统的一个养殖方式的话 这个市场前景太宅了 所以说我慢慢地就做转据这个机器设计方面 他叫陈光复 研究黄粉虫的机器筛选 已有十几年的时间 为了验证我们的猜想 他连夜制作了一台 带有电动筛网的机器 那么这台机器 是否能解决黄粉虫筛选的难题呢 你好 你好 这个就是我喊您做的这台 简易的这个筛网做好了 电动的 对 那咱们试一试吧干净 试一试吧 好不好 现在这一盘里面是既有这个虫砂 然后也有咱们这个黄粉虫 对吧 对 现在看到这个砂就已经从这个筛网里面 掉下去了 对对 现在这个网上就只剩虫了 对对 有直观的 对对对 机器很快就将一盒黄粉虫给筛好了 无论是效率还是质量 看起来似乎都不错 可是黄粉虫的筛选 如此轻松就能完成了吗 它基本上完全分开了 已经分开了 那这黄粉虫的筛选不就已经好了吗 对吧 就代替传统的人工了 不不不 打到这一步远远的不够 要比你想象的它要困难的多 远比我想象的困难是吧 对 筛黄粉虫的时候 第一步就必须把那个虫砂 也就是虫粪给它搞出来 刚做出来一个第一台机器的时候 就是解决了筛虫砂的问题 我非常高兴啊 我就用它那里试一下 但是它们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它那个虫皮也没有搞出来 因为虫皮它的大小和虫子差不多 如果完全通过筛 它是筛不出来的 虫皮是黄粉虫幼虫成长时 留下的褪皮 每只黄粉虫生长的过程中 都要褪皮十次左右 因而虫核中经常会积累大量的虫皮 而虫皮的过多 会导致幼虫的呼吸受阻 最终大面积的死亡 给养虫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可是幼虫虫皮的大小 和活虫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根本不可能筛出 那么陈光复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办法 来筛选海量的虫皮呢 说真的的话 我们当初筛虫分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虫皮 它大小和那个虫子差不多 但是它有一点不一样 它那重量跟那个虫子 它是不一样的 虫皮比较轻嘛 我们通用一个风的方式 来把它吹出来 它吹的过程当中 如果风量太大 它会把那个里面的小虫 给它吹出来 小了它还吹不出来 这个风量的快慢 还有个大小这一块 还是试了多少回忌 最终把它举定下来了 通过虫皮与幼虫的重量不同 采用风选的方式 筛选掉了虫皮 这样的筛选结果 让苦心研究机器筛选 多年的陈光复高兴不已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新的问题再次出现了 当时我把这个虫粪 虫皮这两个问题解决以后 我试了一下效果很好 我就特别开心 我拿到我那个当地的 一个养殖机里去试了一下 试了效果可以 但是同时又发现 有其他的问题了 发现了一个更加重要 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卖上面虫的时候 它里面有死虫 刚死的虫子 它的大小 重量 和那个活的虫子 是一模一样的 吹是吹不出来的 筛也筛不出来 只有通过人工挑选 一点一点 一个一个的来 一盆虫的活虫与死虫 上好筛选 可是两盆呢 五盆呢 几十盆呢 上万盆呢 这样的工作量 对人工来说 是难以想象的 当面对大小重量 甚至是模样 都一模一样的死虫时 很多养虫人 只是经过粗略的挑选 就将死虫当作饲料 喂给禽畜 因分选得不够精细 其中常常还会伴随着 大量的活虫 长此以往 会对养虫人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 那么国内 是否由客工借鉴的 分选机 或者相关的技术原理 能供参考呢 我们这个行业 整体来说 是属于比较小众的 国内知道的人比较少 正是因为 我们这个行业 属于比较小众的 国内很多厂家 都不愿意给我们 生产这种 针对性的机械设备 也都由手工来挑 就是说我那个阿姨 剪的眼睛都花了 把我的幼虫 都当成成虫 给剪出去了 或者采用一种笨办法 就是用黄木虫的粪纱 把这些死虫和活虫 压到一个盒子里 这些健康的活虫 它都会从沙子里面 爬到最上面 首先不准确也不说 关键它会需要 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区分不开的话 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 客户只需要健康的 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 黄粉虫会产食这些死虫 会引起一些疾病 也是不好的现象 传统的人工筛虫和土方法 似乎都不能解决 黄粉虫活虫与死虫的筛选 自上世纪50年代 从北美洲 传入中国的黄粉虫 因为在我国 养殖研究的时间并不长 且过于小众 关于机械分选方式的参考资料 更是几乎没有 种种难题扑面而来 然而陈光复所要面临的困难 还远远不止这些 当时的话 2008年养虫的时候不过敏 2008年 2009年都不过敏 到1010年的时候 它慢慢的过敏起来了 都是1010年的时候 到11年的时候 它最过敏了 已经发红 尤其是喉咙呼吸困难 急进 急进休克了 在那里呼吸非常困难 就倒地了 人都不得起来了 那么陈光复能筛选出 模样重量都和活虫 一模一样的死虫的方法 找到了吗 其中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陈大哥 给我讲解一下 这个分选活死虫的秘密吧 这个是画了一个 黄文虫的一个大的 一个剪头吧 下面是一个表面 是非常粗糙的 有摩擦力的一种传送带 一步 据陈光复所说 这块布料可并不简单 就是通过这块布 才能将黄粉虫的活虫 与死虫分选开 因为黄粉虫的活虫 有一定的攀爬性 因而活虫能牢牢抓住一块 带有一定摩擦力的布料 然而 光是为了找到这块合适的布料 陈光复就实验了近半年之久 我就会找哪个布料 我天天到那个布皮市场 包括裁缝店的 我就去跑 跑去看一下 我找那个一个师傅 我说你有什么样的布料 你给我看一下 给点我试一下 他说你一个大男人 你天天都往这里找 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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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用啊 他非常反感 我就忘了他说好话 我就让他这样找的 大概找了有几十种吧 好几十种 然后呢 我就一样一样的试 那么如今 这块布料的实用效果如何呢 除了这块布料外 还要搭配哪些东西 才能将活虫与死虫分选开呢 传送带的上方 混有活虫与死虫 对 混在一起的 然后到这呢 到这了以后啊 它那个死虫在重力的情况下 它抓不住船带 直接地掉在这个溜板上面了 活的虫子 它会抓住这个船带 这下面呢 这是一个毛刷 它旋转的时候 把这活的虫子 全部刷下来了 掉在另外一个地方 机器的原理虽然简单 但充满了陈光复的 奇思与妙想 那么这台听起来 原理并不复杂的机器 实用效果到底如何呢 咱们要不然开机看一看 这效果到底怎么样吧 随着机器的启动 我们马上开始了测验 死虫会从这边下来 对 这是出死虫的 然后这边呢 这边是死虫纱的 虫纱 这后面是出虫纱的 这呢 这是健康的虫 从这边出来 咱们这一盆里边 这个虫纱 死虫 活虫都有 对吧 对 好嘞 直接倒就行了 对 这一块就正在塞虫纱 对 它有个滤网 对 然后这边就全部都出的是 那个活虫 活虫 这边就是死虫 对 机器的运转过程 看起来流畅无比 这台机器 如同一只小巧的麻雀 然而五脏俱全 顶层筛选虫纱 滑落的幼虫 在空中被吹走虫皮 消失的虫皮 再通过底部的出口 被排出 而在中层的传送带上 无数的活虫与死虫 因攀爬能力的不同 被分选开来 死虫自然从传送带上脱落 而活虫则吸附在传送带上 被下部的毛刷刷走 整套分选的工艺 行员流水 精巧无比 令人赏心悦目 可是最终的筛虫效果 究竟如何呢 那咱们关了看看结果吧 对 好 这边就是咱们分选出来 这些死虫 确实全都是死的 这些虫 对 就看来分选的结果还挺好 无论是死虫还是活虫 都被机器完好的分选了出来 可是在我们检查活虫的时候 小江却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但是你看里面还有一些 这种黑色的虫 对 这个成虫为什么会和这幼虫 混在一块呢 它和幼虫它是一样的 它又长在一角 它也抓在船上袋上面 就是如果养着机理来不及的情况下 它那个虫子还会化成成虫 就是夹角虫嘛 它是混在一起的 夹角虫的攀爬能力 它和那个活的虫子是一模一样的 这怎么可能分选得出来呢 当时说实话真的难得了我 成虫和幼虫 有着相同的攀爬能力 因而成光复的机器 根本分选不出这两种虫 那么两种虫混在一块 养殖的危害大吗 难道必须要 分开养殖吗 这个黄粉虫 它属于这种杂质性动物 它什么都吃 如果不分开的话 这个成虫是用来产卵的 它产的卵 就会被幼虫给吃掉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成虫和幼虫 它们会互相的攻击 所以那些成虫会残杀一部分很小的幼虫 养殖户苏卫鞭告诉我们 因成虫和幼虫都是杂质性动物 无论是水果蔬菜还是动物 都会被黄粉虫所食 因而它们会互相攻击 造成大面积的伤亡 然而这种伤亡 对于养殖户们来说 就是直接的经济损失 如果说这个虫子出现死亡 对我们的经济效益是有损失的 我们肯定特别心痛的 好不容易养到这么大 可别再死了 我的新肝宝贝们 传统的养殖过程中 一般都是通过人工来进行筛选 不仅费时费力 还难以筛选干净 陈光复为此 也尝试了多种办法 甚至一度想通过筛网 来进行成虫与幼虫的筛选 然而 因两种虫的体型差别不大 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难道成虫与幼虫 就没有办法分选了吗 最后我注意观察一下 那个黑客虫它是黑色的 但是呢 就是健康的虫子 它颜色是黄的 我想啊 只有通过颜色的不同 来跟它们分开 我就改制了一台 专门分享王文虫的色选机 色选机 顾名思义 就是通过颜色 来进行分选的机器 是目前市面上 较成熟的一种技术 色选机中 安装了多个高速摄影机 和喷气口 当黄粉虫在滑梯般的轨道上滑落时 其中黑色的虫 就会被相机所捕捉到 并被喷气口所喷出 最后我们通过多次研发 改进 找到一种走路式的分析方案 这套机器 这套机器由之前测验过的单机 传送带和色选机组成 可是 这整套机器的实用效果 究竟如何呢 要知道 市面上也存在着大量同类的机器 只是在功能上 并未像陈光复所考虑的如此周全 当面对体积更大 效率更高的 由多台机器 与多位人工 共同协作筛虫的 黄粉虫筛选机群时 陈光复的机器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好 那我们现在呀 这个机器与机器的比赛 就即将开始了 我看您这个机器 好像规模上 比他们这个要小多了呀 但是它的功能更完善 一次性完成 只要两个人 这个就是您的助手吗 对 小赵 好好好 苏大哥 您这边是拉了这三台机器过来 对的 这一台比一台大 是从隔壁借过来的 从隔壁村借过来的 您这边我看怎么带这么多爱衣过来 这有机器不够吗 因为我们的机器需要人超做 每个机器都有相应的负责的人 能够机器没法运转 阿姨有信心吗 有 咱们怎么多机器 人家都打一拳 咱们别的能跑吗 现场的观众 那咱们现在这个比赛就开始好不好 好 本次比赛的时间为十分钟 随着小江的一声令下 双方都是马上投入到了比赛当中 对黄粉虫的粉纱过敏的陈光复 更是戴上了防尘面具亲自上阵 当陈光复面对经验丰富 人数更多 机器的体型更大 效率更高的 传统机械人工混装队时 它的机器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陈大哥现在这边一切正常吗 正常 正常 好 我现在正在调这大小 正在调 我看这穷子都已经出来了 对对对 它现在通过这个传送带到色选机里边 对吧 对对 陈光复的机器看起来一切运转顺利 此时传统对情况也不落下风 每个人分工明确 筛份的筛份 通过风机去皮的去皮 分选活虫与死虫的 正在卖力地分选 众人配合默契 人工与机器的衔接与配合 行云流水 只是因为缺少色选机的缘故 他们还安排一位阿姨 对成虫进行简单粗筛 那么究竟哪一方能获胜呢 左边能赢 左边人多 机器多 机器大 这个新式机器能赢 成功快啊 我感觉它两面都差不多吧 这合作都相当的 比一样的 加把劲啊 已经落后人家一盒了 快点 好 快快快阿姨 此时 双方的进度几乎不相上下 陈光复略微领先一盒 可还未等它稳固住优势 意外的情况 却发生了 这怎么了 陈大哥 你也怎么了 陈大哥 现在他不下去了 怎么就坚持不下去 这比三比一半 原来 陈光复因有皮肤 长期暴露在 粪纱的环境中 意外导致了 过敏的老毛病又犯了 此时的他 满脸通红 一直摇手示意 要休息一下 赛场上 新式机器队的操作员 瞬间就只剩 陈光复的助手这一位了 这对于新式机器的效率来说 无疑会大打折扣 你这陈大哥都已经 充分过敏那个了 我看你这也是一点的会 你这还能 还能坚持得下去吗 你们这比赛 好 可以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双方筛出的黄粉虫幼虫 也是越来越多 陈光复的身体 也逐渐恢复了过来 那么最终究竟哪一方 能在效率和质量上 更胜一筹呢 咱们时间还有最后的十秒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好好好最后一盒放完都别放了 最后一盒都最后一盒 放完别放了 最后一盒最后一盒 限时十分钟的比赛算结束了 咱们你这边一共三盒大概多少盒 大概是十七盒 一百七十斤吧 十七盒是吗 这边是十盒 对 这边是七盒的 陈大哥 你这边这一共是多少盒 我这总共是二十盒 咱们这个在数量上 确实您这边比它 比它是胜出了 那你这个质量呢 咱们看一看两边分选的 三盒比一遍 就是从这个整体 这个分选的效果来看的话 要比我们好很多 里面还有橙虫是吧 对对对 这个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行 咱们恭喜 谢谢 恭喜陈大哥获得胜利 比赛的胜利证明了陈光复 通过机械自动化的手段 减少了人工的同时 提高了筛虫的效率 我们期待未来 陈光复能有更多的奇思与妙想 制作出更多实用的好发明